台东县国民教育成果展览是在省立台东高级中学举行的。 全省各地的高中、高职以及军事学校的代表都利用这次开会的机会前往参观。 除了近代的资料及成果分别在六间教室展览之外, 另外还有一些国中、国小的学生当场书写大凯, 也有的在实习小动物的写剖。 台湾省教育厅长潘振球在参观这些学生的功课的时候, 鼓励他们要有思考创造的精神。 从这一次的展出,显示出了十四九年国民教育, 在尊奉总统的训事之下所达到的教育工作的革新的目的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